这次是 圣上 丹蚩人生性好战 此番若不急于迎头痛击的话 将仰虎为患 后患无穷啊 你不想搞清楚 丹蚩人为何要刺杀太子吗 他如此这般对他国百害而无一利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穷业 朕命你即刻带兵 去西境安护虎 彻查太子被刺一事 让承鄞带使团去西州 虽然太子被刺 东宫依然在 西州王的女儿 若驾到东宫 可争取西州的稳定和平 在这个党口至关重要 遵旨 是 李朝五皇子到 李朝五皇子 李承鄞拜见王上 免礼 我此番来西州 是奉了父皇之命 特意前来奉上这和秦国书 请王上过目 父皇希望 王上能将贵国的九公主 嫁到中原来 既明远公主之后 两国之间 能够再次缔结联礼 敦目邦交 累世通好 两国合金累世通好 正是本王的夙愿 本王 我已经在义馆待了七日了 为何不让我见王上 让开 王上 这就是西州的待客之道吗 王上 王上 既然有国事要处理 不如先让五皇子先行回避 具体和亲事宜 由末将处理可好 王上 我听说明远姑姑身体抱恙 我想去探望一下她 不知 是否方便 方便 明远要是见到你 一定会很高兴 来人 在 带五皇子去见明远娘娘 是 谢王上 进来 看你吃东西真样 你真是一点心事都没有啊 阿娘怎么了 你是阿娘唯一的女儿 我一想到你阿殿要把你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阿娘这心里都 阿娘 大妃 九公主 大妃 九公主 怎么了 不好了 李朝和朔博两国使臣正在义政殿向九公主提亲呢 你说什么 朔博也来提亲 嗯 这 这 是 我 他 guilty 嘿 死了 小人 我 新闻 等了七日了 再说了 求亲比的是诚意 我们朔伯国 愿拿十年的岁贡 作为聘礼 求娶九公主 不错 想要求亲 自然是要以诚意为先 王上 奴婢阿渡特奉九公主之命前来 不许胡闹 听说 中原朔伯两国使臣同时前来提亲 王上为难得很 公主倒有一计 可以帮王上择出人选 两位归时 公主特命我前来 是想看看两位哪位更有诚意 于是特意让奴婢 准备了武邪之血 这武邪之血啊 可是大武之物啊 是取赤红蝙蝠 毒溪 血缠除 腹射 千足无功之精血炼成 听你这么一说 难道公主要谋杀使臣 你这是什么话 不想喝就不喝 为什么要诋毁公主呢 他不喝 我也不喝 那既然二位都不敢喝 我替你们喝 这鞋里怎么还有蜈蚣腿啊 你看 还动呢 没想到两位贵使胆小如鼠 这中里不过就是熬得浓浓的葡萄原姜罢了 王上 我们西州向来崇敬勇猛无畏之人 九公主请她嫁给懦夫 雕虫小绩 王上 这就是西州的待客之道吗 王上 此女胆大妄为 戏弄朝廷 有损两国邦交之事 来人 将此婢女拖下去 关起来 没有王上的命令 不许放她出来 是 二位使节受到惊扰 是本王的不是 请先回驿馆歇歇 合金之事 三日后 本王再给答复 一别上京多年 真的好想回去看看 姑姑 不如这样吧 您这次啊 就跟我回上京 好好住上一段日子 正好让太医 好好调理调理您的身子 你呀 真相欲咬 心思细腻 又处处替人着想 母亲 母亲过世的时候 我还小 不记得她的样子了 承鄞 现在 你让她过去 还要小事 那些人 我会在这儿 你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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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你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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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渡 快来 帮我看看 快来 这个字你认不认识啊 公主 你可别为难我了 我怎么可能认识中原字啊 头疼 我也就认识三个 你看看啊 什么三 什么 日 什么什么什么 剑 他不过是要三天后来找我吧 他是谁啊 就是刘布条这个人哪 那刘布条这个人又是谁啊 我要是知道我就不这么头疼了 而且这个人还说 答应我三件事 结果什么都没干 他就跑了 公主 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问顾公子啊 我才不问呢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人现在伤好了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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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嶴儿 嗯 好 皇子 皇子 您慢点 你摔点 皇子 你别摔着了 皇子 皇子 银儿 母亲 母亲 他们说你不是我母亲 他们还是我母亲 日识催殿的顾祖妃 早就已经死了 别听他们胡说 我才是你的母亲 知道吗 以后不许再跟他们去玩 听见没有 听见了 盈儿 你是母亲在这宫里 唯一的依靠 你一定要为母亲争口气 大雪之道 再明明德 再亲民 再止于至善 知耻 知 知 不许 母亲 是而不孝 这么多年一直在认贼做母 而发誓 一定为你 为顾家报仇 还有一件事 姑姑要告诉你 当年柴先生不顾自己的安慰 竭尽全力 让顾氏一族 保住了仅有的一条血脉 王庄 他就是你舅舅顾儒惠的独子 你的表兄 顾剑 五皇子 表哥 你已经过了几几之年 总是要嫁人的 你要是嫁给豊朝太子做正妃 那可是天大的殊荣 我不要 什么殊荣我都不要 阿爹已经见过中原五皇子了 除了瘦弱点 样子和气度都是一流的 你想那太子 更是人中龙风啊 不会委屈你的 阿爹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宁可嫁给草原上喂羊的 至少还能时常回来 看看您和阿娘 嫡公主就应该有 嫡公主的样子 前两年 不也有人曾来提亲 你不也哭着闹着不愿意啊 那时候要定下了 现在就不用和亲了 那阿爹的意思是说 如果跟别人定了亲 就不用嫁给豊朝太子了 我可告诉你啊 你趁早把你的鬼心思 给我收起来 乖乖地等着 和亲的日子 我会给你 走 爷爷 中原已经屯兵边境了 这事不能当先实际 义门言 在 你带领京兵三万 驻扎西境安护府城外一百里 静观其变 是 这 二哥 拜见王爷 五弟 父皇的旨意前几日就到了 我们一直在等你 禀报王爷 末将已派人将太子灵鹫护送上京 希望太子能早日入土为安 五弟 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都好了 谢二哥关心 王爷 请内殿说话 请内殿说话 圣上命本王侦查太子遇刺一案 五弟 你与刺客交过手 是我唯一生还的人 说说当日的情况 这些刺客 身穿单翅服装 手持弯刀和巨斧 而且他们武功都十分高强 你当时的情况来看 他们都是组织严密的刺客 现场遗留的兵器都验证过啊 确实是丹蚩人军中之物 太子身上的致命伤口 和兵器的刀口也都一致 那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刺杀太子的刺客 就是丹蚩人 丹蚩人虽然民风野蛮 但形势倒也算光明磊落 更何况丹蚩王向来偏安一遇 刺杀太子 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你说丹蚩人没理由刺杀太子 难道你忘了前不久丹蚩人 掠夺了海州城吗 你还说丹蚩人形势光明磊落 那敢问高将军 烧杀抢掠算得上光明磊落吗 王爷 末将只是说出我心中的疑虑 绝没有替丹蚩人开脱之意啊 高将军的话本王记下了 太子遇刺一案非同小口 本王自然不会轻易妄下定论 肯定会循着蛛丝马迹 继续详细调查 不过你们也别忘了 圣上派本王来的目的 本王可不是孤身来查案的 身后跟的可是十万大军 圣上对于西北边境的安宁 可说是十分上心 这都得靠在座的各位齐心守护 王爷说得是 王爷携大军精兵来到西北边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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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将 monsieur 魏 Romanian 王爷 works 冤家 黄 coach 莫细 利全 你 envelop 他 王爷 至少 脢 一举拿下 好 只要能帮助本王找到王障 本王定不会亏待 谢宣德王 宫主叫你们俩进来一下 宫主 你们看看 这屋子里好像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快玩玩 回宫主的话 宫主的房间奇香四溢 小的并没有闻到什么臭烘烘的味道 小的也没有闻到 不会吧 你们再闻闻 好像是这个的味道 快过来快过来 你看看这个 是不是它的味道 醒醒 走 五皇子 如果此次能顺利找到王障 那的确是齐功已鉴 圣上到时必定会龙颜大悦 只不过 此行着实凶险哪 立功重要 不过五皇子的安危更为重要啊 末将认为 五皇子好好再想想 高将军 您也改变主意了 确定我大哥 是被丹蚩人杀死的 我本人也改变主意了 但是要留意 以后 在内心里 让我承认 是 要是 且常常铸杂在偏僻险境 根本没人知道铁大尔王长 到底在何处 李承叶把这样的任务 交给承鄞 恐怕是另有所图吧 这个二皇子 可不像看上去 那么忠厚简单 简儿 此次承鄞出发去找铁大尔王长 你务必要护他周全 但若是能助他成功 那他离太子之位 就会更进一步了 顾剑定会竭尽全力 可是光靠你我之力 恐怕还是不够的 又一个人或许能帮得上忙 谁 铁大尔王的外孙女 西州的九公主 小枫 小枫若是能携受五皇子 那将是大大的助力啊 不行啊 义父 若是找到王长 众云势必会想丹蚩出兵 倒是 小枫该如何自处 我不能利用小枫 不能 铁剑 您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吗 好 那我就再跟你说一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 你身上 背负着血海深仇 你是顾家唯一的血脉 你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 背叛你的家族吗 你是小枫的师父 牡牠最信任你 你带她和五皇子见上一面 等取得了她的信任之后 再想办法让她 带五皇子去找铁大尔王长 害死了 走 快 阿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主 干嘛还找她 我就再试最后一次 师父 师父 你终于来了 我当然要来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关于和亲 我想到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看啊 我如果已经跟别人定了亲 就不能再去和亲了 也就没有豊朝太子什么事了 所以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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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想让师父跟我定亲 这样我就不用被逼去豊朝和亲了 你别误会 我说的不是真定亲 只要我们演戏骗过阿爹就行了 好不好 好 怎么 你是觉得小枫配不上你 连跟我演个戏 都觉得丢人吗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不是说我跟你说什么你都能答应我吗 你不是说我跟你说什么你都能答应我吗 我那么相信你 可你呢 根本就是跟阿爹一伙的 小枫 是师父不配跟你在一起 我这样身负血汗深仇的人 不配拥有这样纯洁快乐的你 我更加没有资格把你变得像我一样 让你卷入这些恩怨和仇恨当中 小枫 其实师父 已经为你找到了全天下最好的男子了 谁 只怕你还 全天下最好的男子 全天下最好的男子 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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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瞬间抓不住 伸出的指尖 师父 我看我还是别去了吧 去吧 未经许可,不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